我们现在企业管理都在寻求方法 怎么打造高效服从的团队 这很多老总的期望 我希望有一个高效而服从的团队 但是怎么去打造 儒家告诉你了 其所令反其所好 那就不会有高效服从的团队 你必须你的令和你的号是统一的 所以老总提倡员工一定要守时 然后你总不守时 那就绝对他不会守时 老总提倡 爱国你这个守时是一种美德 我们说几点就几点 一定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然后你召集部下开会的时候 你自己迟到四个小时 那这个你再怎么跟他强调 他也不会服从了 然后你现在老总总是往外求 不是往内求 然后就开始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迟到五分钟的发五百 迟到一小时的发三千 打卡 指纹 老琢磨这些外在的东西 然后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不管他怎么去制定这个严密的制度 然后员工就在想办法 怎么去钻他的制度的空子 最后双方就在制度的建立与破坏上 进行斗智都有 脑力就都没用在工作上 这个单位业务还想发展的 这是怪事的 所以你怎么能让他高效服从 你先打个样给他 你强调这个东西 其所定反其所好不行 你强调的东西一定是你真正喜好的 你表现出来的 这才行 你展示给他 你表现给他 让他看见 哎呀 老总真是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 老子身体力 这是曾子这句话 我认为是讲给统治者和管理者听的 所以下面这句话曾子就说的非常清楚了 事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你要想提倡什么美德 你自己先得落实 你自己身上先有这个美德 然后你再要求别人照着做 这是说给管理者和领导者听的 你要求部下守时 你首先要守时 这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你要求部下诚信 你自己首先得别撒谎 你跟员工说了不算 然后回来你还要求员工 跟你这说的都是实的 那这是做不到的 先要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你自己先做到 然后再拿这个去要求 你要想给员工提什么要求 你自己先做到 然后再要求他 这就能高效服从了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这个无是指没有缺点 无诸己 我自己身上没有这缺点 然后你才可以去指责 这非是指责呀 然后你才可以去指责他人 身上的缺点 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 你看你员工有什么毛病 你在批评他指责他之前 你先得你不犯同样的毛病 这样你说才能说听 才能有高效服从的团队 这上下就是配套的 有是指美德 无是指缺点 你要提倡什么 你先要拥有什么 你要禁止什么 你自己先得不犯 你要批评员工的什么缺点和错误 你想让员工改什么缺点和错误 你自己首先得不犯这毛病 这是管理上很重要的一点 实际我觉得可以隐身一下 隐身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这样 理顺社会关系这两句话仍旧有用 如果做不到这两句 你的人际关系就容易出现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有诸己有后非诸人 自己身上有这个毛病 看不见自己脸上黑了 就哗哗哗批评别人 这样的话 人际关系是处不好的 指责别人 你咋这样 实际就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也这样 两套标准 如果这样的话 人际关系是没法处和谐的 天天在这 你半身最不讲究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上次咱处一首 然后说完了 下次他处一首他也这么干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认为 处不好人际关系 可能有50%就犯这个矛盾导致 所以轻易别指责别人 在你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先认认真真想想 你是不是有这毛病 你要有这毛病 那你就别说了 这是容易处不好人际关系的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你想让朋友具有相应的美德 你首先你自己身上都有 你要还没做到 你就别劝人 哎呀上回听那个儒家大学 儒家修行方法非常好 哥们我觉得你就得按这个修 然后人家问你 那你修没 我没修 我问你好 你先修 那他能信吗 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国学 首先得从我们自身做起 不能满口仁义道德 满肚子男道女长 就是这样 最后到人到哪一讲 偷偷是道 然后国学提倡啥 这样才能导致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父亲 跟人讲完了 回之后该咋咋的 比人家干都吓到 然后最后你得出结论 哎呀 修国学这把人 根本是不是东西了 你用这种方法 你再怎么强调 说我要提倡国学 那国学就复兴不了了 那国学就彻底豁豁完了 所以知行合一 你一定要做到心诚求之 心诚求之 提倡国学 复兴国学 我们首先要做到 心诚求之 而不能 追求别人去接受 我们心诚求之 才能有人看到国学的好处 他才能接受 才能逐渐的传播开 我们都没做到心诚求之的话 我们就哗哗哗给别人讲 怎么让他让国学做 那不现实的 这个曾子这句话 我觉得也是理顺人际关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准则 为啥我说 我要求弟子学习 但我要求弟子修身 原因就在这 你学的再好 你这大学都能背了 然后你一条都不照着做 那没有用的 最后反而把国学的牌子弄砸了 当然了解你的人说 哎呀 那国学学的 大学中有四书都能背下 堂堂的倒背 就是人不是东西 那就把国学彻底整砸了 所以不再学多少 而在于心诚求之 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 所以我要求弟子都学习 所以我以前总是说 听课是弟子的权利 不是弟子的义务 但是我要求所有的弟子都要修身 你不管修多修少 你必须心诚求之 你要没有这个心 你也不用跟我们这混 你也不用入这个门 那你还是玩别的去吧 所藏乎身不树 而能欲诸人者 为之有也 就是你自己身上的这个东西 它根本就说不通 而且你还能把别人劝明白 这是从来没有的 曾子这句话做了一个结论 一个总结 这个事你自己身上都纠结 你还能跟别人说清楚 这事你自己都没弄明白 你还能把别人说明白 劝明白 那是不可能的 说你自己跟媳妇关系都没处明白 你人家两口打仗 你去调解 你能调解明白 那是不大可能的 故 治国在七七家 这是一个总结 所以治国的关键 首先 得做到七家 得做到七家 这一步 就